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会场内 嘉宾们畅谈人工智能前景 而他们所在的会场 也处处彰显着科技感和未来感 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 浓浓的科技感就扑面而来 就像我刚刚经过的那道门 通过人脸识别 我所有的信息都会出现在屏幕上 主会场每个安检门上都有一个摄像头 嘉宾进入后 通过人脸识别 其姓名 职务等信息 都会一一出现在屏幕上 不如会场会有机器人指引 互动 一旁还有机器人制作咖啡 在入口处 61米长的LED幕墙 通过红外摄像头 捕捉入场观众的形象与动作 时时流动 最后形成粒子 你看我在动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 根据我人体的感应 会有各种知识 它是从你走过去 就从点线面形成一个三维的 这种交互的一个互动 是虚拟的交互影像系统 还有一个LED 还有一个背景的音乐 就是三者形成的一个这样 主要是一个红外线感应的一个技术 会场内 业界领袖一一发言 屏幕两边实时人工智能语音翻译 也在辛勤工作 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 错误率都很低 我一直关注那个屏幕 我刚才看那个文字 跟人说的话 就是你的普通话 如果还是比较标准的话 应该是还是蛮不错的 东方卫视记者葛向兰 上海报道